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所谓的官方认证 其实说到底就是主流的认可 在这个层面上 央视自有话语权了 众所周知 央视在挑选嘉宾上会有很多考量 除了有才华横移之外 还需要具备正能量 同时没有黑历史也是很关键的衡量标准 这些因素就决定了央视嘉宾的特性 往往都是正面的积极有代表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的艺人 只要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标签 身价必然会暴涨 而在央视的节目里 春晚恰恰又是最有公信力的舞台 这种情况之下 周深出现在连排现场的 很多人就忍不住开始激动了 只要能够稳定发挥 周深就必将迎来新高度 说实话 如果换做是其他人 根本就不敢打包票 说上春晚就能红 但对于周深却有这样的自信 作为新生代的佼佼者 粉丝这两年已经在周深的身上见证了太多奇迹了 从无人问津到红遍大江南北 速度之快简直是难以置信 从二次元到主流舞台 从美声专业到流行乐团 周深不论是破圈力度还是跨度都很大 仅仅是参加我们的歌就成功了七分上百万 如今加盟央视春晚效果可想而知了 而事实也证明大家都猜对了 这次春晚周深可以说是全场最大的赢家 在全国观众的面前 周深和老一辈的歌唱家张也合唱了灯火里的中国 这首歌气势磅礴不说 还带有一股国泰民安的既视感 如果说粉丝滤镜下容易出现吹捧的情况 那么连张也老师都不断点头称赞周深 就足以说明他的实力和表现力多么的惊人了 那么距离样式春晚仅仅过去一天时间 周深就又在江苏卫视的春晚上绽放光彩了 虽然是泛唱 但是这多重人格的牛仔很忙 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惊艳全场 硬深深地唱出了达拉崩巴的既视感 果不其然晚会播出之后呢 周深又喜提热搜 周深嗓子里住了几个人 从样式春晚到江苏卫视的春晚 仅仅两场表演 周深就收获了至少四个大型热搜 其中甚至还包括了周深牛叉这种无解的词条 回顾整个春晚的历史记录恐怕都是不多见的 更有趣的是 当周深在央视春晚表演结束之后 很多粉丝开始在网上曝光自己的收到词信 其中内容比较出奇一致 他就是你喜欢的周深吗 真的很优秀耶 陆转粉 相比于完美的舞台表演和搞怪能力 其实这才是周深最可怕的地方 他拥有超乎想象的圈粉能力 无论性格还是表现力 都让人难以产生反感情绪 再搭配上见人惊叹的唱功 只需要一次登台机会 周深就能够连续破圈 所以周深会成为春晚最大的赢家 无意外 这是他登台之时 就已经能够提前预料到的结果了 希望经过这段时间的曝光 周深能够走到新的高度 他值得一个更好更大的舞台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您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